Editor 这个YahooPi Editor 那Editor的话它是用Ajax 我刚才提过了 Pi Editor里面有三个 它整个萤幕切成三块 一个是Library Pen 一个是Canvas Pen 一个是Debugger Pen 切成三块 那这个 那Debugger Pen它就是 帮你做Debug 我想这个 Debugger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玩 不是玩 它开发程式 你写的讲 开发程式OK 你讲写程式OK 我最受不了的是打程式 程式不是打字 可是大家都在说 我最近几年 我看大一竞来说 程式打得怎么样 打是要思考要写 要设计开发 要动脑筋 不是打进去就OK了 打字是这个 所以以后请大家证明 这个 Anyway 这个 你打它 不管是哪个打 不管是打字 或者你打它 它都不会walk了 不过鞋也还不介意就walk了 你要脑筋 这个 那 但是 在过程里面呢 Debugger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来Debug它 那 那 它有一个Debugger Apple Module会显示在这个Canvas上面 Canvas就是最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一看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Build的一个Pipe的时候呢 就是 现在讲 你可能有点 有点 不知道要知道什么 一看图你就知道 就是拖拉 这个非常容易 拖拉一下 就可以 那你可以拖拉这个一个 Pre-Configure Module 就已经 已经 已经configure好了一个模组 就把它拉到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工作的那个Pen上面去 那然后呢 然后你 然后你就可以拉线 那把 你看到哪样模组拉线 把它的关系拉出来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模组 简单来讲是这个样子 那 那 那input呢 你可以选择哈 这input output都可以 rss atom json sml 这几个都可以哈 那 一般一般样地图什么 大 大部分都 都有support了 所以这个 几种都有都有support 可以 就是要需要去玩一玩哈 就试试看哈 然后把Pipe把它连 连起来哈 然后把它这个 呃 最外面 Pipe的最外面是使用者input 等于说 我要做一个查询哈 那使用者在最外面做查询哈 这使用者input是什么 那 那叫做成一个foam 做成HML的这个这个一个foam 使用者要input哪些栏位啊 foam 那 那有一些item呢 是要annotate annotate就要加注解 好像有些这个地理的资讯 加注解 那在上面也可以做到的哈 所以这个 这些在Pipe里面都有support的哈 那 所以基本的过程是 你 你从使用者那边得到input 然后你再 处理一下 然后产生到poam 所有程式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哈 那你要set一个source 那这个 哎呦 我这边没有办法扩大 没有装了 这有 我没有装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什么hard kick可以扩大 放大 哎 哎 你都可以啊 我都不可以 对 OK 我没有装那个 不过大家看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基本上这三个pen 你看这边 这边是这个所谓的source 对 这是library 这左手边就是 有很多datasource 雅虎的 Google的 等等 Fleaker 都在左手边的datasource 使用者 input 你要拉使用者 input也可以 然后有这个 等一下 刚才还有URL 这些 那这边还有一些 library 一些在城市的 甚至于城市逻辑的回圈 什么都有 都可以在这边 就这是一个library 那现在一开始是datasource 一开始 你知道从哪里来 那datasource 那你有一个input 那 那 这左左边是library 那这边最大的这一块 是你的工作的 Canvas pen 工作的这个pen 那然后下面有一个 它一开始就产生一个pipe output 你这边是有input 然后这边有output 那 下面是debugger debugger pen 这个 给你一个讯息 然后 像这里它是抓雅虎search 那当然 因为这是雅虎的 雅虎家的产品 所以它就是 雅虎search 那 这最简单的 它要search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呢 使用者稍微 然后 然后是把它输出产生这个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但 但这个 这比较trible的example 就是这个 自己到它那个界面上 search就可以 但这样产生的一个什么 是你的程式 就你的一个应用 那 这样做当然不够 可能中间还要再加东西了 所以 把connect到output就ok了 好的 那 那 那connect出来以后呢 但这个只是在工作的这个pen上面做 那你要save 那你save的话 那你就save成一个pipe的name 就把这个pipe save成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那这个 这个只是hello world的那种形式的 你就save 那save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了 save以后你就可以preview 再注意到 当然 前提 这有前提的 你要有雅虎的账号了 这个 这个 你没有雅虎账号 你只不可以在上面 我想大家都有雅虎账号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有雅虎账号 这个 因为你没有雅虎账号 对 那大家应该都有 这个 然后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 那有很多别人已经做好的pipe 有做非常好的 那那你就可以去参考了 那那你 这是你的pipe的这个界面 那你的 你的log的界面 你log进去以后 那你就看到 有哪些pipe 你也可以产生 你的pipe有哪些 你产生了哪几个应用程式在这里 那你就会有个URL可以去check了 那 好 那我们现在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 最简单的一个完成了 那我们再稍微做 做这个复杂一点点的pipe 其实这个 这个是给不会写程式的人做都可以的 所以应该都是很简单 那现在它search以后 它 它去freaker里面再去找那个 找照片 search以后 也要设计到照片 然后再把它给一起 或者叫再过滤 或者是这个 那所以 所以除了这个 这个雅虎search以外呢 那这边 我再加上个freaker 抓一个freaker的这个 在这里 你这里可以自己定 各种程式的逻辑 你都可以自己定 那 freaker is source 那这两个 freaker source 抓好以后呢 然后我在这边 在这个operate 这边operator 我刚才讲说 有回圈呢 有什么都可以 for each 然后这个 regular expression 然后这个tuncate theater theater常常用的 count 就union unique 所以这边有很多 这个类似我们写程式的 的一些语法在这个里面 但是呢 你不用写啊 你不用写程式 你就把这个拉 就是给不会写程式的人 他把它拉过来 那union 就是把他的data 跟他的data呢 取这个连击 就是把它取连击 那所以取了union 你看这上面好几个点 这好几点 union上面有input 下面有output 所以我把union取过来以后呢 事实上你就开始 我把yahoo search 跟freaker的 这边使用者输入条件 然后把它给union进来 然后呢 union的output就出去 这个 这个就是 比刚刚稍微复杂一点点 就是你可以 可以做这个 所以这边都是feed的 这就是sml 这个rssfeed atomfeed 就在这边 然后它产生一个sml出去 那你都不用写程式 就这个 就产生了 最后呈现 这个 那 好 那 那可是呢 如果 如果你要使用者输入什么 像刚刚那不太方便 对 刚刚那个东西 谁要使用者 这边要输一个 这边要输一个 你自己在这输 那使用者要输的东西 通常是什么 user input 我们刚才没有加 user input 最好希望 你现在是写一个应用程式 给使用者 或者是开发应用程式 给使用者 那 你是希望使用 给使用者一个 应该是一个表单 一个form 比较方便 所以这边呢 就让你建构一个表单 那使用者建构 是name 或是promp 使用者可以跟使用者 做一个对话 用form在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传给 传给你下面的 你要用到的这些 你要做混搭的 这些中间的那些程式 那些服务 应该说中间那些服务 所以使用者 input的东西呢 把它丢给 丢给 事实上你就是产生 HV的这个 变成HV的这个 get post 然后呢 这个送给他们 那他们呢 是产生了sml 再继续送下去 送下去的时候 是什么 事实上 你在完成 你save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产生 完了一个match app的程式 那match app程式 存在Yahoo的 存在Yahoo的 那个server上面 就这个 OK那这边 准备使用者的input 使用者的input 也可以有很多种 可以有个url 也可以有number 可以有位置 location geo data 也可以 也可以 各种data 都可以 有很多种 这个你要去 就是去玩玩看 到这个界面上 去玩玩看 其实是相当powerful 不用写程式 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混搭 虽然有很多人 做出很好的混搭 在那里的 好 然后把这个 使用者的这个input 把它给这个 连结到 Yahoo跟freaker 把这个input 连结给他们两个 然后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pipe 就save以后 你的pipe就产生了 name 叫name它 然后pipe就产生了 然后就可以try了 那try